欢迎回到港督新闻 继续带您来看到的是 酒驾新制三月起上路 高雄市警方从3月1号到3号 短短三天就取缔了 129件的酒驾违规事件 其中移送法办53件 分别采取最高9万元的罚还 其中违规的族群以机车族最多 江中大队表示 短短的三天取缔件数超过100多件 除了同仁权利的执行之外 也代表部分的驾驶人 仍然是心存侥幸酒后驾车 因此警方除了将在市区的 各重要道路加强酒驾的 拦减勤务之外 也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宣导 呼吁市民最不上道 以及遵守酒后指定驾驶的公共共识 这个毕竟一旦被查到酒驾 不但会处以重罚 情结重大者还会依违反 公共危险罪移送 并且吊销驾照